自己在家做的麻辣香锅 为啥总是不如饭店的好吃 今天我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我媳妇说我做的麻辣香锅 她能吃成一盆 好的 我今天就满足她这个愿望 给她做一盆 看她吃不完我咋收拾她 做这个晚上所需要的准备工作 非常的简单 愿意吃啥准备点啥就行 我准备的有藕片 土豆片 火腿肠 红干椒段和花椒粒 愿意吃味重的你就多放点 不愿意吃就少放点 洋葱丝 这是我媳妇专门要求的 还有大虾 菠菜 油麦菜和香菜 把这些菜都洗干净 那控干水分以后 咱们点火开干 首先咱们起锅烧水 把需要打水焯的藕片和大虾下入锅中 咱们给它打个水焯 焯好以后咱们给它从锅中倒出 然后放在一边控干水分 紧接着咱们起锅烧油 五层油温下入之前切好的土豆片 咱们给它炸至金黄 然后把大虾和藕片下入锅中 这件事整一下子呢 为的是去除食材中的水汽 这个晚上水汽不能大 去一下子之后干巴的做出菜更好吃 再一个呢 为的也是让各种食材成熟度一致 给它撅过几下子以后 咱们从锅中倒出控油 把这几样玩意全部收拾完 才到最关键的时候 这会儿你千万别眨眼 咱们向锅中加入底油 往锅底高成一小块火锅底调 然后再搁成一丁点的脾线豆瓣酱 下入红干椒和花椒液 把这几样玩意在锅简单给它扒扔几下子 然后咱们把锅撤火 再向锅中加入少许的蚝油 辣妹子一勺 老干妈一勺 再挤成一杆的辣鲜豆 这个呢 属于一个特别适合在家使用的 简易版干锅酱 大家在家做别的干锅菜的话也可以用 完成以后把锅推上火 咱们给它炒出香味 把锅中这点小油给它熬得通红 做这个菜呢 你不能后调味 因为后调味的话你炒不匀 咱们向锅中加入盐 少许的白糖 再向锅中加入一点鸡精 载锅再次给它搅过几下子 把调味品全部熬匀以后 咱们把之前炸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然后就可以使出你的小旋风勺 快速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呢 下入之前切好的回腿肠和洋葱丝 洋葱下早的话过火 下个碗的话不出味 这个时候下刚刚好 再次绝固几下子 给它炒匀以后 下入剩下的全部青菜 剩下这几样青菜下锅以后 翻几个个就熟 所以咱们开大火 一顿小旋风勺 给它绝固匀糊糊的以后 就可以出锅装盆 这大冬天 在家整上一顿热乎乎的麻辣香锅 这感觉是真舒坦 根本都不用尝尝一口 光闻着小味就知道 是相当的哇塞呀 有条件的话 你在网上撒上一把白芝麻 然后就可以开始干饭 好的 看到这呢 一道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制作完成 遇到厨房笔记哥 从此做菜没看科 关注我 每天分享最真实接地气的 家常菜制作过程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